陳文綺 陳理事 因為他們要趕火車 所以請他們先 因為他那個九點要 回去準備一定要撲頭 對 請撲頭 我想讓他先講這樣子 那個謝謝有這個機會讓我來講 那個我們貪南鐵路東宇 我們貪南鐵路東宇這一個事情 其實他的規劃在民國八十幾年的收據 已經規劃 那收的規劃是原鐵軌的下方 就是原鐵軌的下方施做地下化 可是在那時候規劃 原鐵軌下方施做的時候 八十五年也通過環瓶 那時候八十五年通過的環瓶 是原鐵軌下方施做 可是在九十八年的時候 他用環境差異評估 沒有重新做環瓶 就通過了東宇版 什麼叫做東宇 就是說他的路線變成往東邊宇 弄私有地來做新的鐵軌 然後鐵路局的公有地留著不用 這件事情有兩個爭議點 第一個爭議點就是說 他用私有地 公共建設應該用公有地來做 不足的部分才用私有地 在法律上來講 他應該用人民損失最少的原則為原則 可是他沒有這樣做 這是第一個爭議點 第二個爭議點就是說 他可以爭用 就是說跟人民的土地先借來用 等施工完畢之後再把土地歸還給人民 這是85年他們的規劃是這樣 可是在98年東移之後 他就把這個徵用變成徵收 所以目前我們的有在打環瓶訴訟 然後可是法官叫鐵工局拿一些資料 鐵工局拿了四個月都還沒有交給法官 目前我們現在是有在打環瓶訴訟 然後那個市政府的程序是在弄照顧方案 其實他如果沒有鐵路東移 不徵收我們的土地 我們不需要他的照顧方案 大概目前的那個是這樣 我是覺得說事情應該是只有對錯 而且不是說弄顏色來分 我們這一件事情 我覺得這一年多兩年來 我覺得我走在街頭 我覺得我最大的痛苦就是說 很多人都是以顏色來看事情 所以請大家對於台南鐵路東移的這個事情 能多多關注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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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想其實你看 就是其實 周勳 周勳你看你的角色多重要 你要不要考慮再會環保禮物 就是說其實在地方的抗爭事件 很難被看到 我覺得這個真的是非常的非常的重要 所以你看那個文景千里挑挑中 台南跑上來 想說也許現場有媒體會關心 對不對 然後當然我知道這個東移的事情 很多東移記者在關心 可是主流媒體其實很少 對不對 而且其實你們持續 有一陣子 衝突很激烈的時候 有一些曝光 可是後來就沒有了 你就就是沒有辦法持續下去 這就是一個問題 那就像淑娟那樣子 能夠持續的每場環保 都到每個 每個事件都到場記錄的 其實是很少 我覺得這個是我們 給他回應 來 你要不要再講 我來給他回應 你要給他回應 他的問題其實跟當時 民運黨執政的樹漢季是一樣的 對 但是因為你們現在有一個 一個明星學生有幫你們忙 你就是要讓林飛馬 把這件事做 就這樣 那就是因為他不能販付耳費 還難了 那有在幫我們 可是他要成為這個事件的 主要點 但是居民還是要走出來 因為你看東山他們 11年的抗爭 那當然陳老師如果願意 幫你們在相關環境 回上幫忙 我覺得很好 但是在法律上的黨 然後再加上 你們有一些明星的 學生跟一幫忙的話 我覺得就是一個 就是你逼他 逼他 變成他的道德感 但是最終還是居民要出來 因為我知道你們居民 居不是那麼的 更多人的支持 對不對 我們居民有 因為他已經被列解了 他已經被列解了 分三區 然後台南的媒體是 台南媒體 台南媒體是非常保守的 他是都站在執政黨這一邊 大概算 那文婷就是基金努力 好 那你後面 好 也可以寫本書了 好 那我們現場還有其他的 掉了 了 這個 它 一些 熱 很多